行身的動作叫做熱慢甩 原則上他就在畫那個八字好直的八 我們原則上看每個人的星球 你可以從最高點畫到最低點 先走或用或用各種因人的星球 只要你認為最適合的就是你要的東西 不用太在乎行的表達 但是要追尋著無限大那個道子八的面穿就可以了 那為了外面清潔 我們只做上中下三個部分 如果你自己在做的時候 你要做五個解胎或者八個解胎的上下都可以 看你自己個人的星球 現在我們進入熱慢甩第六個形成的動作 這個動作記得是用你的腰塊的啟動來帶動身體的上下 而不是用你的手來帶動身體的上下 而是用你的腰塊的改變來拉整個脊椎的身體 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不是用你的手來帶動身體 不是用你的手在倒身體 是用你的腰塊在升降脊椎 不需要用你的腰塊在升降脹椎 再次用你的腰塊的改變 如果你可以的话 幅度大一点 动作慢一点 你就会慢慢的找到 他的那个各种的俏能 但记得很带清楚 你要是一土一稀也可以 或整个从上到下都是土 从下到上都是稀 看你个人的行求 都会找到你最香的 就是最好的 不用跟别人看他的行 或看他的目视 照自己的节奏中 就是最好的 再一次 记得整个我们的中左线 脊椎又没有偏 是你的腰部啊 然后再带动的上下 照自己的速度走 你可以幅度大一点 只要脊椎中途腺部偏掉就可以了 刚才的示范动作 我无度没有做得很大 但这个可以的而已 只要记住中途腺不要偏掉 用腰夹来带整个身旁的动作 而不是手 只要注意到膝盖 你要超过脚尖 避免运动伤害 这三个点在这个动作 你都去注意到了 就会尖善整理 巴结婚 老师 只要 描述 谢谢大家